人在江镖哪有白刀混江湖 我们全屏一起 我是党朝驸马江网站 今天是2021年的 2021年的 2022年的1月1号 现在是澳洲东路时间 上午的11点 国内是早上8点 今天的湖北方面 有一个消息就过来了 黄楚平 这个湖北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黄楚平 后来担任了湖北省政协主席 这个人有点悲剧性的人物 如果不是疫情 他应该是湖北省省长 他应该是湖北省省长 这个人确实有点吃亏了 为什么呢 他16年其实就湖北省省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本来讲五年 五年应该上湖北省省长 或者上贵州省省长 但是意外就是来得那么突然 就是因为疫情 就是因为什么事情 现在给他的待遇 待遇比以前更好 待遇比以前更好 湖北政协不让他干了 跑到哪里 跑到广东省人大 广东省人大 这个待遇就更高一些 是吧 第一个可以离开英勇了 第二个位置更好一些 那么呢 就是湖北政协谁去呢 孙伟 孙伟是谁呢 孙伟是原来李瑞环的秘书 原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 李瑞环原来的时候秘书 李瑞环的时候秘书 他是从甘肃 他是从甘肃跑到了哪里了 他是从甘肃省委副书记 这个孙伟其实也很吃亏 他妈的无缘无故 是吧 人正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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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呢 我去找华勇干什么 你这人莫名其妙 人正和去了 人正和去了 孙伟的路就没了 本来甘肃省委书记 省委副书记省长可以上的 没有了 其实习近平 我一直在强调 八大元老 八大元老 他其实习近平一直在安抚 一直在安抚 他不是说今天才安抚 而是一直在安抚 包括 其实好几个人 他都已经安抚的 安抚的很到位了 吴邦国 朱镕基的秘书 朱镕基现在是长期生活在上海 朱镕基现在是长期生活在上海 我说错了 他其实现在这个元老 都是安抚的很好 朱镕基原来的秘书 李炳君 朱镕基原来李炳君 现在是贵州省省长 从江西省委副书记 到了贵州省省长人 然后还有呢 这个吴邦国的秘书 孙伟不是李瑞环 李瑞环的秘书是李军 李瑞环的秘书李军 李军现在是海南省委副书记 享受政部纪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 孙伟 孙伟就是胡邦国的秘书 不是李瑞环的秘书 胡邦国 胡邦国那个时候是国务院副总理的 那个时候是国务院副总理 那么很多人不明白 其中的原因 第一个呢 朱镕基现在是 基本是在上海养老 李强时不时的去拜访一下 李强啊 一个月基本会去拜会一下 这个朱镕基 朱镕基搞经济工作 是一把好手 当年的时候朱镕基 现在的时候 我们就是 李强 李强时不时的就去拜会一下 这个朱镕基 朱镕基也很高兴 这个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会去 所以呢 上海你看 身为就很难安排 那么安排到哪里呢 安排到湖北 李强对湖北是有绝对的操控性 好吧 这个湖北武汉 一个区 一个上海 一个商人 周商引自 和区域委书记区长 搞得不是太愉快 后来李强 李强身边的人 一个电话 对吧 一个电话打到湖北省委 这个湖北 武汉市市市长 马上就发表 你如果不把 如果你把李强得罪了 就是把英书记得罪了 你可以得罪英书记 你也不要去得罪李书记 这个是湖北武汉 武汉市委常委会 他的这个会议上的一个内容 就是你们可以得罪 我们英勇书记 但是你也不要得罪 上海的李强书记 如果你得罪了英书记 那你日子难过 如果你得罪了李书记 你就不要过日子 这个就原话 他上海商人 去湖北武汉 这个一个区里面 搞投资的时候 他全部湖北话 普通话都不讲 是吧 这个区长区委书记 很傲慢 结果谁知道 这个人啊 这个商人的太太 跟那个李强的太太 关系很好 是吧 这个夫人公事一来啊 那妈的搞的 这个区长区委书记 差点啊 上门赔罪 真的上门赔罪啊 这个就有些内容 我不便多说 因为我其实知道的事情很多了 那黄楚平是吃亏的 黄楚平本来的话 湖北省 省长就上去了 但是呢 他在后来这个省长 考虑了谁呢 考虑了彭丽媛秘书的父亲 啊 彭丽媛秘书的父亲 啊 王忠宁 是吧 本来这个位置是胡青的 啊 胡青本来当到武汉当市市委书记 啊 呃 胡青不去啊 彭丽媛见风插阵 啊 一朝天子一朝城啊 啊 胡青这上海市市常务复市 呃 啊 胡青经常 啊 脑子犯糊涂 啊 湖北武汉他不去 是吧 江苏 苏州他不去 啊 经常脑子犯糊涂 啊 人要懂得把握机会 啊 啊 孙伟 是吧 啊 从甘肃就过去了 啊 孙伟跟任正和处得不是太好 啊 任正和 这个压制的审伟 审伟 感觉不到 那那那 这就就跑到湖北吧 啊 任正和的老家去 你看啊 那黄楚平呢 啊 这个广东省人大 啊 广东省人大 广东省人大 这个位置比湖北省政协 这个位置要好一些 啊 职务安全量大概高50%吧 啊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要提的唐良智 啊 唐良智呢 其实之前传出过山东省委书记 啊 唐良智并并并并并并没有 唐良智的觉得自己应该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是吧 但是唐良智跟陈敏尔其实不和 啊 唐良智的儿子追求习敏哲 这个事情是海外媒体都赚的啊 这个是假消息啊 唐良智结果到安徽了 你看 安徽政协 啊 这个是悲剧啊 啊 这个是职务安全量下降了70% 啊 是吧 重庆市市长到安徽省政协担任主 主席 这个是职务安全量下降了70% 那这个是一个悲剧啊 悲悲悲悲的人物啊 黄楚平呢 他是平衡啊 黄楚平如果当湖北省长的话 那职务从 如果说原来的路线啊 如果没有这场武汉疫情 那黄楚平的职务安全量也是下降 下降40%到50%吧 但是如果他到湖北政协的话呢 职务安全量是下降大概是百分之 七八十 那么现在呢 回调50% 职务安全量很重要啊 一个干部啊 对于一个中共体制内的干部来说 很重要 很多人不明白 为什么那些领导的秘书都能到正部 李秉军啊 李军啊 孙伟啊 都能到正部啊 那个 李军是享受正部节 海南省委 省委副书记嘛 专制副书记 这个啊 领导的秘书很重要 好吧 很多事情你其实说不到领导那里啊 我说啊 比如说我 我说我跟谁很熟 他可能认识 但是其实熟是指什么呢 我跟他秘书熟 像原来周江勇的秘书胡俊啊 向辉跟我都都关系很好 昨天有个朋友找我啊 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办法 我说你当周江勇在的时候 你怎么不早说 是吧 让让吴俊跟周江勇的女婿说一下 不就完了吗 是吧 你这个也不是叫干部职务 是吧 只是 提个小组长的事情 是吧 你周江勇的女婿在的时候 你跟我打个招呼 我帮你打个招呼的事 一个电话的事 是吧 一个电话是吧 我帮你安排一下的事 是吧 那你 是吧 莲花超市卡给我老家寄个两万块钱 过去的事 是吧 等到你到了位置上 莲花超市卡给我 给我家里寄个两万块钱 是吧 我一个电话 人家还我个人情 是吧 我呢 也给家里人 稍稍某点福利 是吧 我绝对不是 你没上去 我要啊 等你上去以后再说 对吧 你看这些现在周江勇出事 周江勇女婿出事了 我那条线上就没有人了 是吧 一般的情况都是跟秘书打招呼 一般的情况领导不会见你 秘书出来见你 是吧 你现在想见英勇吗 你想见英勇很麻烦的 但是你能见到谁呢 你能见到丁立民 丁立民要见到 那你就简单了 好吧 所以李瑞环的秘书李军 吴邦国的秘书孙伟 朱镕基的秘书李炳军 这些人 一般情况 只要你的原来的老板 还有点权势 还有点话语权 是吧 就照顾 你们提出的让李小鹏 接任北京市委书记 可能满足不了 但那么呢 分而置之 是吧 老朱啊 你的秘书是不是 我们把它调整的位置好一些 你看怎么样 那也可以啊 是吧 那就李炳军就当贵州省省长了 是吧 那朱镕基的这种子女啊 就稍微照顾一下 是吧 贵州茅台特许金银权给了两个 是吧 这个是吧 吴邦国的秘书孙伟 是吧 吴邦国 是吧 那你看是吧 那我就让你秘书到 湖北省人大吧 是吧 他也很简单啊 很简单 这个我老乡啊 我老乡年龄到了 他多干个两年 好吧 因为为什么呢 他对宁波熟啊 彭家学对宁波还不熟啊 多干个半年 不是很正常吗 好吧 而且他是腹部啊 腹部可以超零两年腹部 腹部级啊 可以超零两年腹 我那老乡年龄到站 你还要看 沈月月明年出不出山 沈月月要是接孙春兰呢 你的脑子啊 不在线 你还是太年轻 你对中国的政坛了解的程度 不够 沈月月跟我们盛州人的关系 跟新昌人的关系 不比宁波人差 你懂什么 好吧 沈月月和使兔娟的关系 很复杂的 我有些内容不告诉你而已 好吧 你可能没听说过使兔娟是谁 好吧 我不说 有些内容 我跟盛州相关我们不说 好吧 尽量不说 他现在是看二十大 沈月月的走向 如果习近平实在没办法 沈大姐你出来干个副总理吧 接个孙春兰吧 有没有可能 你不要一天到晚 认为贵州省委书记会出来 有些内容 有些内容你们判断的内容是有问题的 好吗 习近平就需要这样一个老大姐来做消防大队长 你懂吗 有的时候女人比男人好指派 是吧 女人习近平撒个娇 大姐你帮我去一下吧 是吧 好好好 你在家你在家 我帮你去看看 是吧 就跟你们村子里其实没什么区别 人性都是一样的 好吧 那他小兄弟 他腹部啊 超龄干个两年怎么了 好吧 你一定要看我们盛州人不能干吗 是吧 我们盛州人可以多干干 是吧 湖北政协可以回到重回一线 我半个老乡可以重回一线 我老乡超龄的一年半 你他妈意见那么大干什么 超龄一年都不到 超龄一年半 你都不应该有意见 超龄两年你到我这来说说 副部级超龄两年工作很正常 特别是副省级城市 而且市委书记又是新去的 太年轻 太年轻 你还太年轻 好吧 吃不透 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 你不知道 好吧 你别认为我每个视频 他妈一支起支架就能说 好吧 有的时候还经常说胡 说错 哪些话说 能说哪些话不能说 我脑子要运作过 好吧 我何必去得罪一个老乡呢 是吧 我何必去得罪呢 我得罪袁家军都没有问题 我得罪他干什么呢 得罪袁家军最多家里去 没人去 是吧 是吧 没有人去慰问一下 是吧 你不懂 你不懂 你太年轻 看样子习近平和之江信君 还是乐意让出一些位置 把一些老干部 老常委的 这些秘书的去向给安排好 这样呢 李小鹏的这个上升空间就小了 李小鹏就没什么上升空间了 好吧 本来一直在传什么 李小鹏担任北京市委书记 李小鹏担任重庆市委书记 李小鹏担任北京市委 他有很多内容很复杂 好吧 不足以外人道也 好 人在江湖票 哪有白刀 混江湖 我们全聘一起 我是当朝驸马江湖 感谢大家收看 订阅专门评论 点赞 拜拜